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的历史百家。 相信大家对于汉成帝后宫的一对双胞胎的姐妹的争议是很激烈的了,后人有点说是好人,也有说是坏人的,这肇事姐妹都是十分的热爱权利的,觉得女人有了一副好美貌的时候,就应该合理的利用用自己的美貌来控制男人, 他们的结局最后是没有如意的,但是可以知道的是这对姐妹,曾经也是有爱在心上的,最后权利,欲望占据了他们大半生的,最终投降成为欲望的奴隶了,牺牲了自己。 这对姐妹花的绅士,也是十分的凄凉的大家,都是明白的赵飞燕,她是稀骇成帝刘傲最宠爱的妃子了,自从来到后宫了之后,设计把皇后徐娥陷害了之后,不久后就被成帝给封为了皇后。 现在我们对于赵飞燕这个名字是十分的耳熟的,都知道她吧,她是与唐朝杨玉环定名的美貌也是十分的漂亮的,古代的历史上也是十分有名的美人,文人笔下经常会出现的宠。 而了,她们是文明来说,就是中国古代史上非常有名的舞蹈家,也是有阴谋家这个称号的绝对是当之无愧了。 她和妹妹赵和德学习妹术勾引皇帝,让皇帝沉浸在温柔乡里无法自拔,整个大汉也是逐渐的衰落。 俩姐妹更是嚣张地对皇帝的子嗣连连下手,使皇帝到了临死无子,在那个时候,百姓们更是连连怨道,真是一对狐狸精了。 赵飞燕根据史记上记载,出身是的确贫寒,一出生的时候,就被遗弃在野外,但父母内心对于婴儿的愧疚,不到三天以后就去丢弃飞燕的那个地方瞧瞧, 没想到这孩子命大没有死掉,家里也是养不起就送到了杨阿公主府上了,杨阿公主看她长相出众,就让她学习歌舞,成了一名歌舞技,就在城地像往常一样出外游玩,来到杨阿公主家的时候,晚宴的时候杨阿公主就派府上的歌舞技出来助兴,这时候就是飞燕登场的时候了。 在一片金杯影斩之中,飞燕偏,偏而来,婀娜的身姿已经是把城地的魂魄勾住,目光在她身上也是久久放不下了。 飞燕是出身在底层社会上的,所以从小家境非常的清平,她也很是懂得怎么样来博取别人的欢心,争取自己的利益怎么去做的方式。 即使是非常宠爱,但是赵飞燕心里也是非常的明白的,后宫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,现在被城地宠着突然爆红了,可据安思维啊,但往后指不定下场是怎么样呢? 于是飞燕就想,到了那比她还美得不得了的妹妹赵和德,两个天仙站在城地的面前,城地当即就下指封寺,封这两姐妹为结余,地位是在皇后之下,众妃平之上。 人的贪婚一旦启动的话,那是无穷无尽的,赵飞燕想当皇后,当时的皇后已经不受宠了,而了且又失去了孩子,已经对她们姐妹俩来说不是什么危险了,她们姐妹们一直没有孩子。 可是别人有孩子怎么办?于是赵飞燕一边策划怎么得到皇后的胃? 种香料,但这种香料是有毒的,如果你长期的使用,最后是导致无法生育的。自己没有孩子那怎么办呢?于是这姐妹们就想既然自己无法有孩子了,她们就不会让别的妃嫔有孩子。 但凡有成帝骨肉的妃子,都被她们陷害扔死了,包括孩子也是妖折了。 最后成帝死在了赵和德的床上的时候,赵和德随后也是自杀了,赵飞燕因帮助太子,太子成为皇上,她被封为皇太后。 到了王莽大权在首的时候,揭露她杀害所有皇子的罪名,赵飞燕死于后宫,人生归土,冤者明目,名词改不掉。